各位朋友你们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和我一起来学习FL16 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期 那这一期呢 我们就慢慢的就偏向于实战方面了 当然了 一些基础知识呢 我们在后面的话也会讲到 这期呢 我将教会大家 如何在水果里面通过鼠标的方式去输入音符 也就是说编曲的第一步嘛 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呢 会去添加一个乐器 我们先找一个钢琴的乐器 这是水果自带的一个钢琴的音色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它打开钢琴窗 再点击一下啊 右键钢琴窗 这这样就出现了 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去输入音符了 怎么去输入呢 首先去切换到这个小画笔的工具 然后呢 就可以去点 点完以后 你觉得长度太短了 或者太长了 可以随意的去拖动它 随意的去拖动它 比如说我们输入一小节 一小节 这个时候 你不仅可以输入音符 斗人明发扫辣西等等 你也可以输入和弦 比如说我们输入一个F 大三和弦 法拉斗 我们先这个节拍器打开了 我们把节拍器关掉 也可以 不是像这种柱式和弦 一起响的 你也可以做一些分解类的东西 比如说 斗 法拉斗 可以这样去输入了 当然 如果编曲的话 它涉及到很多的阅理知识 不仅仅是软件操作的 我们这一套教程 主要是教你怎么去用FL466 而关于编曲的一些教程的话 我们会在后面的课程当中 给大家详细的介绍 这期视频就讲到这里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我们下期视频继续讲FL466 拜拜